中文字幕——YK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贤时 原先东北军出身的将领中 就有25位被授予的江贤 其中上将有一人 中将一人 少将23人 可以说是非常的乐不得 由于篇幅限制 就着重介绍其中的十位 一、上将吕正操 1904-2009吕正操 辽宁海城人 1922年加入东北军 在东北军中 任职过691盘团长 参加过热和抗战 以及西安事变 1937年 吕正操带领691盘脱离东北军 改编为人民自卫军 投入到革命队伍 也正是在当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历了之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1955年 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 于2009年因病去世 二、中将万一 1907 负1997万亿 辽宁大连人 1930年毕业于东北军奖武堂 后加入东北军 为张学良赏识 认知过东北军第112师 第334旅 第667盘上校团长 1938年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1941年 万亿被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扣押 于1942年逃脱 加入组织 之后 受委派改造第111师官兵 脱离国民政府控制 任职新111师师长 1955年 万亿被授予中将军衔 于1997年却逝 三、少将解放 1908至1984解放 原名解不川 自配然 经张学良推荐 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读 1930年毕纪后加入到东北军中任职 从事各种秘密活动 之后 他还曾做过张学良的副官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前往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 解放再次被委派到东北 1950年 抗美人潮战争 他也有参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1955年 解放被授予少将军衔 位列第一 之后 他出任了军事学院副教育长 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 副院长等职 于1984年 因病在北京去世 四、少将甲逃 1909至1976甲逃 原名国府 自回一 辽宁省开元县成人 1926年 他考入东北陆军奖武堂六七号兵科 毕议后 加入东北军 历任东北军上尉连副 少校连长 甲逃后来受进步思想影响 倾向革命 在东北军中悄悄从事各种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 甲逃先后任职了三四二旅副旅长等职 参加了怀和战役 排而装战役 1939年 甲逃被安排到延安取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 甲逃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旅旅长 1955年 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又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副院长 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1976年 甲逃 因病去世 五 少将张学斯 1916-1970张学斯 张学阳的弟弟张作林第四支 很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 早年加入共产党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组织委派在东北军做兵运工作 西安事变后 张学斯曾遭到国民政府逮捕 后被释放1937年起在东北军中 先后任职建席排长 尚未参谋等职务 1938年 他前往延安学习 1940年 张学斯来到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学斯赶往东北 担任了辽宁省政府主席 辽宁军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后 张学斯一直在海军中任职 1949年创建海军学校 出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 1955年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1970年 张学斯因受到政治迫害而去世 后被平反 六 少将赵东环 1907-2002赵东环 辽宁法库宪法库镇人 1926年考入东北奖武堂 1930年弊 夜后加入东北军 扣成为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 西安事变时期 他开始参加革命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 赵东环是吕正操所属人民 抗日自卫军中的一员 任司令部参谋处长 之后 他率习所部 在冀中十二线境内 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 1946年 赵东环率习所部进军东北 参加了辽审战役 之后 又参加了渡江战役 横宝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 高级空兵学校第一任校长等职 于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2年 赵东环在北京去世 七 少将于全身 1903至1973于全身 元明于全身 东辽县建安镇人 吕正操小乔一致的三员干将之一 1925年加入东北军 任职第七师补充团任善写员 1936年 他加入了吕正操组织的抗日先锋队 193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 于全身成为吕正操所创建的人民自卫军中一员 参与了多场于日军的战斗 还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 于全身曾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3年参与抗美援朝战争 于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3年 于全身在北京去世 8 少将赵成金 1901-1989 赵成金 浩品三 满足 辽宁省海城县人 吕正操 小乔一致的三员干将之一 1917年参加东北军 1930年 毕业于东北奖武堂 1937年加入吕正操所建立的人民自卫军 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职第一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 赵成金曾参加过魏东 冀中军区反扫荡 百团大战 魏南等战役 在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过程中 具有较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他率领索不开往东北战场 出任辽宁省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又任职了辽西军区副司令员 热河省军区司令员 于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9年 赵成金在北京去世 9 少将沙克 1907至1994沙克 辽宁省丹东市人 李邓操小乔义制的三元干将之一 1927年 毕业于东北奖武堂 在东北军中 任职过第53军 647团团部副官 连长 第69一团团部副官 代营长等职 1936年加入抗日救亡先锋队 1937年加入人民自卫军 并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 沙克积极参与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 他率部队开进东北 出任安东军区副司令员 辽东军区参谋长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又担任空军训练部部长 空军学院副院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4年 沙克因病去世 10 少将杨友山 1906-1983 杨友山 辽宁辽阳人 1925年加入东北军 1928年 他被选送入东北陆军奖武堂就读 毕业后 出任东北军四旅二武团排长 联长 1937年 杨友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于同年前往延安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杨友山曾任职进察 继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 军政大学大队长 华为军区三兵团参谋处处长 第20兵团66军1996师长等职 参加了百团大战 平津战役 太原战役 1950年 杨友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3年 杨友山因病去世 附录名单 1955年被授予军衔东北军将领上将 吕正操中将 万一少将 解放 陈瑞婷 贾桃 沙克 丰永顺 赵东环 于全身 赵成基 高存信 李觉 徐明 宋学妃 金镇忠 张志义 杨友山 张家洛 罗文 纪庭县 管松涛 郭威成 王振前 江朝 张学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徐明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